侯墨意外害死了好邻居弗兰德的妻子 她的手上又多了一条冤魂 这集的内容将是侯墨的救赎之旅 她和弗兰德的仇恨能否化解 春田镇的郊外有一片环境优美的森林 辛普森家决定一起交游 丽莎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环境 这让侯墨执重美好 那要是想上厕所该怎么办 凭什么森林里的动物可以随地大小便 它就不可以 一家人来到森林深处突然听到了嗡鸣声 似乎是一群很暴躁的蜜蜂 还好机智的侯墨早有准备 丽莎还没来得及为动物们担心 就见到他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水塔用轮胎驻水坝 变色龙和垃圾和谐共处 低俗的游客在树上刻名字 这还真是一个适合全家夜餐的地方 载车手为打扰到辛普森家深表歉意 为此特意送了几张比赛的门票 对占便宜这种事侯墨来者不拒 赛车是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运动 赛场上汽车呼啸 赛场下机械师展现超高的效率 到处都体现着速度与激情的魅力 机智的侯墨再次找到了侯羊毛的机会 中场休息室热辣的美女们开始发放免费T恤 观众席瞬间一片欢投 这时自然也少不了闲眼包侯墨 没有意外的意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 侯墨突然弯腰去捡东西 弗兰德的妻子被打下高台 弗兰德是辛普森家的邻居 作为虔诚教徒一直与人为善 是全镇知名的老好人 同时他也是一个深情的男人 妻子的死让他郁郁寡欢 居民们纷纷前来安慰 善良的马基见到弗兰德的孩子很同情 希望八仔可以带他们一起玩 并帮助他们尽快地走出丧母之托 夜深人静时弗兰德辗转难眠 于是相照侯墨好好聊聊 妻子的死太突然了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去买热狗 当时要是自己去的话 妻子就不会死了 侯墨安慰弗兰德不要自责 其实他也有责任的 要不是他上算下跳 马德就不会去买热狗 要不是他发起的T恤射击 也不会被击中 要不是他乱停车 也不会导致救护车迟到 侯墨越说感觉越不对劲 看来他应该帮帮这个可怜的好邻居 从这天起 侯墨就开始偷拍弗兰德的生活 接连几个月每个精彩的镜头都不放过 然后让丽莎帮忙剪辑成相亲视频 一定要用那种猩猩的特效 这样最酷了 弗兰德是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 妻子去世后就一直郁郁寡欢 总是在无人的角落里哭泣 这是一个很深情的男人 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人 弗兰德是全春天镇的骄傲 绝非这些屌丝可以相比 只要把这个视频寄到相亲机构 弗兰德肯定会成为万人迷的 侯墨的疗愈药皇堪称完美 可深情的弗兰德对此很排斥 虽然很感激侯墨的热心 但他真的没有准备好 弗兰德的视频引起了很多女人的兴趣 第一位相亲者是商业女强人 堪称有钱又有爷 不过就是经常被起诉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进去吃牢饭 第二位相亲者是春天小学的老师 虽然他们吃了很浪漫的烛光晚餐 可弗兰德总感觉自己是被利用的 女人这么做显然是想让前男友吃醋 第三位相亲者是位金发女郎 他们之间聊得很开心 不过这女人把狗子看得比母亲还重要 这对保守的弗兰德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 相亲接连失败让弗兰德很绝望 现在的女人都太开放了 实在不适合他这种老实人 可别胡扯 虎木还记得他们之前在拉斯维加斯 娶了辣妹呢 玩得可开心了 生活的绝望让弗兰德的信仰开始动摇 他几十年来虔诚如一 为什么生活却如此悲惨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 为什么不来帮帮自己 绝望的弗兰德发誓 以后再也不去教堂了 弗兰德赶到教堂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电吉他的声音 这个世界果然是变了 曾经神圣的教堂怎么能这样呢 他一定要 这一集的故事结束了 不过弗兰德和这个女孩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之后的剧情 我会放在下边的评论区 看后墨如何化身越老 帮弗兰德开启新生活